大家好,大龙现在在河南省永城国家5A级旅游景区, 盲荡山,我现在来的就是梁孝王陵,梁孝王是谁呢? 就是刘武,汉文帝的儿子, 这个陵墓,咱们看梁孝王王后的陵墓, 还有梁贡王的陵墓加一起是60块钱, 盲荡山整个景区是100块钱连票, 下面大龙带大家进去看一看, 今天河南外边非常非常热, 这个就是梁孝王陵的陵墓, 梁孝王的陵墓并不是很大, 它只有700多平方米, 他的王后的陵墓是1600平米, 他儿子的陵墓是300多平米, 为什么呢? 因为梁孝王第一个死, 然后他儿子, 他的王后都活到他的孙子辈, 已经,大家看这是这个墓道的最奇特之处, 这是2100多年前, 古人那时候可没有水泥, 这是你看1,2,3块石头, 这是被咱们现代建筑学家堪称奇迹, 2000多年前, 这古人这是个幽形, 他们看见, 三块石头, 左边一块, 右边一块, 中间一块, 正好符合这个力学结构, 都顶着了, 这就是奇迹2000多年前的, 这座墓葬当时是被曹操盗绝了, 挖掘一空, 什么都不剩, 空到什么程度, 这个墓葬从曹操盗绝开始, 敞开了1000多年, 这边是两个, 这是墓道口, 永道, 这两个是车马式, 大家看一下, 这石头全是这样的, 多解释, 现在还解释啊, 这是车马式这边, 那时候的车马式啊, 大家记住了, 都葬送活马呀, 里边都能发现马的骨头啊, 这边也是车马式啊, 咱们下去, 哇, 这里边好像滴水一样呢, 哇, 这么滑呢, 我天哪, 这渗水啊, 哎呦, 这怎么泉水啊, 2000多年的古人, 我不仅要跟大家说一声, 真的啊, 大龙是特别喜欢这种历史, 哇, 这已经渗水了, 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, 离远一点走, 这怎么还渗水呢, 它比这个, 它的往后木啊, 小很多, 这是武器库, 咱们看的多了啊, 武器库这边, 特别大, 你看这地下是石槽, 看吗, 那能看清吗, 这是石槽, 有个孔又有个石槽, 这个据史记记载啊, 这个石槽, 就是摆放兵器的兵篮, 一个篮一个篮一个篮, 兵器摆放, 这边是练兵室, 这个练兵室非常非常壮观, 大家看一下, 这里边可都是汉兵妈用啊, 当然了, 这些都是复制品, 这个里边当时也没出土兵马俑, 靠路将推出, 这个位置就是放置兵马俑的地方, 哎哟, 真霸气啊, 汉兵马俑比秦兵马俑小很多啊, 好, 咱们走, 这就是到了祖室了啊, 非常小, 不是很大, 但是也有一圈灰篮, 大家看到没有, 咱们先逛祖室吧, 这一间呢, 就是沐浴室啊, 哎哟, 这都是水, 我就不上去了啊, 这一间是沐浴室, 人家屏兵这个位置啊, 这个位置就是棺床, 棺床放置积累移移的地方, 啊, 这里边怎么都是水啊, 我回头问问你, 哎哟, 我的妈, 这边是酒器储藏室, 这边是衣物室, 这全是水啊, 大陆都不去了, 它上面, 这是厨房, 这是厨房, 啊, 咱们绕一圈吧, 绕这个灰篮, 整个灰篮呢, 也是向人的锤, 圣贤的月光, 四死游是生的啊, 这边是耳饰, 它的耳饰构造就很不一样了, 啊, 这耳饰, 哇, 好黑啊, 这是灰篮, 整个灰篮, 咱们绕一圈啊, 你看它的顶, 这个顶就不是很平了啊, 两千多年前了, 这也是耳饰, 这边是灰篮后边, 咱们走一圈啊, 这个建筑啊, 留给咱们最多的不是文物, 是它建筑之谜, 就是我才唯一开头说的, 翻了, 三个砖到顶, 这是货币储藏式, 啊, 我知道为什么黑了, 它这个里边黑啊, 是因为已经有水了, 所以说是, 呃, 不能再按这个灯了, 灯容易泡水了, 也是会跑电了, 对不对, 这是一个排水系统, 这就是咱们最著名的排水系统, 西汉的墓藏啊, 啊, 你看, 这个排水系统那把水啊, 这里边水, 比如说你看这里边, 常年积水, 水都排出来了, 两千多年前, 咱们墓藏里边就有排水系统了, 你说古人的智慧, 啊, 仔细看一下排水系统, 上面水看流下来, 从这里勾, 流到外边去, 真厉害啊, 这边是礼器出厂室啊, 礼器, 呃, 整个梁孝王的墓啊, 咱们就看完了, 非常小, 刚才大陆也说了, 还没有这个, 他的王后墓大, 也比特尔的墓大, 呃, 墓里空空如影啊, 当时被盗了嘛, 呃, 厂还两千多年呢, 那叫, 嗯, 最奇特的是, 他有这个冰麻油, 是真的把戏啊, 拍的照, 我问一下公众人员, 啊, 你好, 大哥, 这里边为什么这么多水啊, 山间渗水, 啊, 所以说他这里边有排水系统, 啊, 山间渗水, 行, 那这个视频, 就给大家拍完了, 好, 好, 好,